323發生規模6.6的地震後 天搖地洞 沒停過 隔了一天花蓮又出現規模5.3的魚震 魚缸裡的魚兒無法享受靜如止水的寧靜 主戰之後到24號上午8點半 連續75個規模3以上的魚震 跟著來究竟會搖到什麼時候 三天之內規模5.0以上的魚震 還是要注意 還是有可能會發生 23號凌晨天搖地晃讓全台民眾心有魚記 預估7天內都還會有密集的魚震 尤其是這次的鎮央過去少有中大型的地震出現 有專家認為能量還在持續累積當中 根據歷史地震周期來看 專家指出除了東部地區西部的嘉南地區 未來有機率發生大規模的地震 那嘉南這地方還沒有被真正的就是有大的 超過7的地震 所以對我個人而言當然嘉南是一個非常 就是在地震的危害度上面是要 要很注意的事情 地牛不停翻身 用路安全也受到威脅 花蓮玉新橋被主政震段 緊急在23號晚間10點搶通完畢 另外在花蓮台11甲縣台20縣河台23縣 雖然已經通行 但還是被列為地震後風險路段得要特別留意 華爾新聞陳志全張軍會長一軍廖子宣台北花蓮保 嗨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